另外我们也非常关注 现在大家都在说的双碳和绿色转型 我们看到大湾区还有深圳是做得非常好的 包括现在说深圳已经进入到了 叫做碳达峰平台期 我们怎么样理解 您觉得深圳的这个经验 然后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到其他的城市 深圳的经验是这样的 深圳经验我觉得 第一个要来自于全国低碳城市发展的试点 这是国家发展委确定的一个试点城市 第二个它是个实事求是从深圳出发的 经常会有人说深圳低碳没这么代表性 为什么你又没资源 你又没有重工业 你也没有钢铁对吧 你没有耗能产业 所以你低碳就正常 这个正常里其实是不正常的 很多人其实没意识到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人均能源消耗就会提高 你就会有更多的车 就会有更多的家庭耗电 对吧 同时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都是清型产业 清型产业和清型产业相比 我的碳排放是不是会更低到 对吧 那么深圳和其他城市相同 也不太相同的地方在于这儿 其实就这么两个因素 第一个深圳的结构升级速度特别快 所以过去比如我们这样说 我们叫碳强度 碳强度是什么 就是单位GDP排多少碳 深圳的碳强度的下降在全国最快 到目前为止 我不可比 为什么我清型产业碳强度度低 但我下降的速度快 意味着什么 你升级的快 你产业升级了 碳没增加 其实当我们把碳折合成一个东西就特别好理解 碳从哪来的 碳不就是燃烧化石能源来的吗 燃烧化石能源不就是电力和能源消耗吗 所以你就可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深圳怎么达到平台期的 就能耗提高吗 单位产出能耗推动的产出 快速能长 这个以外 其实你可以看到深圳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重大变化就是人口翻了一番啊 十年差不多就翻了一番的人口 那么他人均碳排放没上涨 意味着什么 深圳人生活比较节约 对吧 这个节约怎么来的 深圳的绿色建筑特别 其实我们未来 碳排放工业已经不是第一大碳排放 交通建筑 都会变成碳排放最主要的部分 其实深圳适合这个转变 深圳在中国大城市当中的人均收入很高 但是他到目前和全球比较 他的人均收入下的碳排放水平在全球都是领先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绿色建筑多 第二一个特点 新能源车多 对吧 深圳是全球唯一一座城市 公交车和出租车全部电动化 没有第二座 第三一个其实深圳还有一个特点 深圳的公交分担率特别高 深圳的公交分担率 现在大概已经达到世界城市的先进率 不同的测算方式 最高的测算达到85 肯定不会低于70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深圳人 比如有时间凤凰也可以做做个大数据调查 就是深圳家庭拥有车和家庭驾车的 每年驾多少公里 它是个差别很大的地方 拥有拥车的比例很高 但是呢 每年的行驶里程很低 为什么大家更多的愿意用公交出行 周末开着车出去 平常大量 其实我们现在特别明显 进入深圳的小区 白天过去都是停车场都是空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区的停车场是满的 为什么 大家是公交出行了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就造成了深圳的平台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并没有带来深圳人的奢侈化的享受 它更加注重能源的消耗 更加注重高效率 更加注重低碳 所以在深圳特别流行的词叫碳足迹 我不知道就是在其他城市 这样的词有没有这么流行 深圳就很流行 老百姓都很关注这个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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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